科比作为21世纪最伟大的球星之一 不仅实力超强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那堪称漫长的巅峰期 职业生涯20年 但球迷应该都清楚 如果没有13年那次跟剑断裂 科比不会远落得那么快 或许我们现在还能看见他打球 科比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 自己经历了四个时代 从乔丹到尼尔那个时代成长 再到和卡特 麦蒂 埃弗森 邓肯等同一代竞争 之后又经历了詹姆斯 维德等人的时代 最后 自己又看着库利 杜兰特等人的成长 在科比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从最开始的和奥尼尔竞争 同对争老大 后来争冠军数 之后和同时代的人竞争 这一段太精彩 小编不会说 然后和詹姆斯的第一人之争 只要有我在 乐布朗就别想拿冠军 再到后来 像库利等年轻一代 证明自己 科比的敌人可以说有很多 但让科比亲口承认的宿敌 也仅仅只有两个 最难搞定的对手 特雷西迈克格雷迪去年 科比在参加一档节目时 被问到职业生涯中 遇到的最难防的人是谁 科比先说了好多人的名字 爱佛森 安东尼 杜兰特包括皮尔斯和阿里纳斯 他认为要搞定这些人要花费自己很大的精力 他们每一个都是难狠的骨头 最后 科比说出了那个一生之敌的名字 麦迪 最后科比还不忘加上一句 平心而论 他真的太难对付了 麦迪比科比晚一年进入NBA 他拥有历史级别的天赋 科比同样薄弱 但比起麦迪还有一定差距 他们也是当年四大氛围中的人物 04年左右 更被媒体称为上帝的两个孩子 一时余亮 但科比最终还是超越了麦迪 麦迪也是输给了身体伤病 真正的苏迪 蒂姆邓肯在邓肯退役一个月左右 科比在意大利参加一个慈善活动 在那里他专门谈到了邓肯 也承认他是自己的苏迪 科比 我们总是在季后赛相遇 我们都曾互相击败过对方 也都拿到了总冠军 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生涯的宿敌 我只会选择他 蒂姆邓肯 他让我少拿了色 五个冠军 根据统计 科比20年 邓肯19年 两人一共对决82场比赛 一整个赛季的场数 邓肯常规赛 31胜21负占优 科比季后赛 18胜12负占优 说两人是天生的对手 也不为过 乔丹第二个三连贯之后 NBA共产生了 19个总冠军 两人拿走了其中的10个 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如今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退役 但他们的传奇故事 会永远留存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看看